真 learning 美伯 叫我都给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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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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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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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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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心归顺我大辽吗 不是 你也这么认为 杨次郎归顺有三种可能 哪三种 第一 他恨大宋 想从此与大宋为敌 替父报仇 他决心留在我们大辽 再也不回去 第二 他恨的是攀仁美 而不是大宋 他想借助我们的力量 来为他父亲报仇 然后再回到大宋 毕竟他的母亲还在那 第三 那就是来刺探军情的 等到大宋军队一到 他才来个反戈一击 那你觉得哪一种最有可能 最后一种 杨四郎是杨家最不可琢磨的一个人 我们现在还无法摸清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该怎么做 不管是真是假 最简单的办法 当然是杀了他 不行 那我妹妹怎么办 对 公主是个问题 我原本打算阻止公主与他的婚事 可是我忽然间想到 如果这是杨令宫此前留下的一个计策 我们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不妨来个将计就计 你是杨令宫 该怎么做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我们进去等着你找好戏的开始吧 云 Chief 風可以不懂雲的漂泊 山可以不懂海的遼闊 天可以不懂雨的落魄 不是你的愛都一定有寂寞 天可以不懂水的寂寞 酒可以不懂好的寂寞 淚可以不懂眼的脆弱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會快樂 坐在回憶的夜半車 慢慢將往事夠了 最後放下所有的愛困住的 終於確定一個人活